今年高中以下学校及幼儿园教师资格检定考试放榜后 及格率52.99% 也创下教检2005年开办以来史上最低 而前三年原住民级考生通过比率大约都有35% 今年通过率也差不多 不过考取教师资格检定后 储备教师们开始烦恼有没有学校可以任教 担心成了流浪教师 听说屏东这两年都没有放出给予老师的缺額 反而是代理老师现在越来越流行 想说这两年给自己时间在教育界 还是在寻找有没有证实的缺额 或者是代理老师兼课这样 教征的话除了笔试 然后还有面试 还有试教 所以你要把自己就是 准备好在一个随时都可以直接上台教书 这中间没有考上的话 就是变成流浪教师 或者是代理老师代课老师看有没有缺 而教育部也针对师资培育工费生 提升原住民级学生毕业后 就能直接分发到原乡地区学校任教 从101年只有9名 102年17名 到103年59名 一直到104年增加到64名 另外针对进入大学 修教育学程的学生 虽然不能保障考取教师资格有学校任教 但仍有其他管道 让储备教师有机会到学校服务 各大学修完了教育学程 取得教师证书的储备老师 我们就用硕士的方式 他可以已经具有教师资格了 我们训练两年 我们就这些储备老师里面去考 像今年开了15个缺 原则上我们当然是希望 像国教署会期待就是 县市开原住民主主的一个教师 增多周少的教师缺额 对于考上教师资格的储备教师来说 日后还需要面对各校征选挑战 而原住民级教师是否能有机会 回到原乡服务 还要看各学校是否释出正式缺额 而非以代课教师方式来聘任 接下来我们在大陆台北市采访报道